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驾驶翻车你们有见过吗 这是最近几天 一位身在北美的小伙伴 在测试特斯拉FSDβ板时 发生的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此时我们来跟随镜头 看一下FSD是怎么翻车的 这辆开启了FSD自动驾驶的特斯拉 在穿过这个红绿灯之后 即将在下一个路口左转 但是特斯拉的人工智能万万没有想到 穿过路口之后居然全是长十线 只是如果想要并入左转道 就不得不压过十线 十线变道可是要扣三分两百的 人工智能更没有想到的是 他前面跟随的这台车就直接这么压过去了 估计这波操作让FSD的人工智能非常的迷惑 所以FSD自动驾驶打开了左转向灯 放低了车速 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违章十线变道 通过这根疯狂摆动的蓝线 就能看得出它到底有多纠结 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一幕来了 因为马上就要到路口了 再不变道就来不及了 人工智能下定了决心 心想即便是罚款也不能错过这个路口 所以他狠狠地压向了十线 就在这千斤一发之际 FSD突然顿悟了 虽然自动驾驶不是由人来开的 但罚款该交还是得交 于是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车道 乖乖地排队 当然排队的时候也没有闲着 自动驾驶重新规划了线路 在前面一个类似环岛的路口掉头 从而继续完成它的行程 我们来还原下整个过程 FSD在整个过程中 并不只是单纯的执行指令 明显具备一定的自我意识 从坚定地认为不能违章 到为了不错过路口而想要实现变道 再到选择下一个路口老老实实掉头 整个心理状态像不像是我们在开车 受过了路口或者是虚线时的纠结状态 所以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特斯拉的FSD 接下来会进化到什么程度 关注我在以后的视频里分享给你们